苏丹红风波延烧 有精湛公司进口的问题辣椒粉 再被查出21,035公斤 流向9个县市13家厂商 其中8988公斤 更流向有料理界中央厨房支撑的 南投县金浮华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工厂人员紧急回收成品 根据调查全台七成连锁餐饮品牌 都有金浮华的酱料 而南投县卫生局道场鸡茶 发现问题辣椒粉只剩下13.22公斤原料 8974.79公斤都制成沙茶 消往139家下游业者 有早餐店业者更将主打商品 沙茶将锅烧一面提早下架 但即使早餐不吃锅烧面 沙茶重灾却还有 沙茶肉丝面 沙茶火锅 沙茶炒饭 甚至小火锅沾酱都会用到沙茶 这下全都沦陷 也引发网友大酸 台湾人最爱吃火锅了 谁还没吃过 台人致癌率就是这样来的 源头的把关 这个责任不应该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相信说 你政府合法食品业者 可以用的东西 我们才去买下来 让我们这些小摊贩 商家当一个好像冤大头 奇怪 莫名其妙就中箭了 市民也不知道政府怎么做 以前多少都会吃点 那个蜡粉什么 现在完全都不敢碰 也有食品公司小莫放 曾向精湛进货一批原料 不过因为自己做食品检测 验出苏丹红而退货 自主送业SGS实验室 多达513次夺过风暴 不过食安危机 政府不把关 恐怕民众人人自危 在当中捧王一天 特别报道